大家好,欢迎回到月静之的学习分享频道 我这个频道的随缘更新终于进行到了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 那么在开始第五修正案之前呢 我们一起回顾一个小小的电视剧的片段 就是电视剧《绝命毒师》当中的一小段 你自己品牌! 你独自知诊! 人家为啟诊吗? 位得里面译的药范? 你发生男生若再开花? 你老实在... 我认为 Need Genius? 使你太太太了! 我认为你適合鬼的riers力量 词尔玛举了 我们聊一下掉了 你一样,十分钟过! 去年久了! 有些法比请 有乩儿语报道教里语 去欲求理了 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呢 就是Soul Goodman的出场 实际上呢 他是关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所讲的公民权利的 那么在这一段里呢 我们看这个长得很像小孩子的 这个联邦探员 他就是想追问Brandon的毒品 是从哪来的 这个时候他就被这个律师 Soul Goodman给打断了 那么律师他就笑话这个联邦探员 说你们现在都是从幼儿园 直接招聘了吗 还让他赶紧出去喝果汁 离开现场 那么律师仍把这个联邦探员 请出这个询问现场的 他依据的是什么呢 他依据的就是美国宪法的 第五和第六修正案 那么今天这支视频呢 我们先来聊一聊第五修正案 那么第五修正案的原文是这样的 他说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w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s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w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w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w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那么翻成中文呢 它就是任何人 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 不应受死罪或者其他重罪的审判 但发生在陆、海、军中 或者发生在战时 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除外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 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 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 不得冲作公用 那么第五修正案呢 它跟其他的宪法条文一样 这短短的几句话呢 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比如说大陪审团、双重危机 还有公民有权拒绝自证其罪 以及正当程序法 和政府对征用私有财产的必须的补偿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律师 他在这个我们看到那个片段中 他说这个Brandon 你一句话都不应该讲 那么这就是基于第五修正案 具体呢指的就是 Now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如果我们说第四修正案呢 它保护的是这种公民的人身自由 包括你个人隐私的自由 它不被警察 执法人员来伤害到 那么也就是政府不能随意的把老百姓抓走 关押起来 那么第五修正案呢 它强调的是 政府你在起诉公民的时候 在各种程序层面的法律上 这种程序上的正义 也就是说司法过程的每一步 你要来保证公义和公平 那么从程序上呢 这个第五修正案 它是限制这个政府的检察官们 你是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去控告公民 不能滥用这种控告权去给他们一些 莫须有的罪名 从而侵犯到他们的基本的宪法权利 那么举个近期的例子呢 比如说去年我们说前总统川普 他被纽约的检察官给传唤了 就是说他公司有一些犯罪行为 要求取证 但是因为川普的政治立场呢 他是招有很多的这种政治党派的敌人的 所以即使他下台了呢 他的对手也不会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那么我们用中国的话说呢 就是说他的政敌呢 是希望把他置于一种万劫不复的境地 那么还好美国呢 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所以呢这种党派双方的这种斗争 他不是像黑帮火拼那种 就是拿个枪在街头你死我活的这种 肉身的战斗 而是说他是一种互相的斗法 那么检察官起诉之后呢 那么川普就一句话 I plead the fifth 那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说我要求应用第五修正案的意思 那么我们说这个翻译其实有点难度 就是说因为中文的语境中 我们基本找不到跟第五修正案类似的概念 那么在英文中呢 我们说有的时候叫plee the fifth 有的时候在法律术语上也叫invoke 就是invoke the fifth 就是唤起唤醒这个第五修正案 那么实际上它指的就是唤起第五修正案 所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那如果非要做一个跟我们的文化语境类似的这种比喻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牵强的例子 就是说大家在电视剧里面都看到这个古代的时候呢 那个皇帝会给一些他特别特别喜欢的大臣 发这种叫免死金牌或者什么皇马甲之类的 也就是说皇上会授予某个人一些特权 就是说他这个特权来赦免这个人 在遇到死罪或遇到麻烦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灾难 那么美国宪法的修正案呢 那它我们从宪法修正案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美国当初建国的国父们呢 他们是给每一位美国公民 从你出生的那一天起呢 他就给你发了一系列的这种 就是像免死金牌一样的这种权力金牌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当一个公民 你觉得政府要伤害你的时候 要对你有不公平的行为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出这个权力金牌来 避邪避祸就是躲过这个灾难 那么我们说因为美国的这个权力法案 因为权力金牌的数量有好多个 从我们第一修正案第二修正案 第四修正案 第五修正案 第六修正案 所以美国人民呢 他也要学习你自己的权力是什么 然后在关键的时候呢 你才知道我应该量哪一块牌子 所以我们说这个川普总统呢 他看到这个纽约的检察长 他知道你早就恨我恨得不行了 然后我卸任了 你还没完没了的要抓我的把柄 所以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审讯 他就是一句话 第五修正案 那么据说在四个小时多的 这种取证的这个调查里呢 那么川普总统他引用了 第五修正案回答问题四百多次 然后除了他自己的名字 其他所有的他都用第五修正案来回答 所以第五修正案的这个 禁止公民被强迫自证其罪的 这样一个条款呢 他在当时的这个案子里呢 就保护了川普 不会受到这个代表政府的检察官 这种强权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 当然了我们说掌握政府权力的党派人士 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抓对方党派这些人的小辫子 那么这也是政治斗争 在美国这种政府权力中 这种党派角逐的一些现实的案例 但是我们说这种如果一个政府 他要是强行审讯公民 就是说你随便找个理由 让你自己认罪并且把你关押起来 这种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的 这种独裁统治者对老百姓的 这种简单粗暴的统治管理方式呢 在美国的宪法体系下呢 是完全不可以的 那么第五修正案是绝对禁止 不允许这样做的 所以呢第五修正案呢 它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如果你能了解它的精髓 和大概的内容 那么起码就是这一项 就是公民不能被强迫 自证其罪的这个条款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呢 在关键的时刻 这样的法律它是会保护你的 那么第五修正案呢 它也是Miranda Warning的这个根据之一 也就是说美国警察他要逮捕一个人之前呢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 不管这个人知不知道自己第五修正案的权利 这个警察呢 他都要通知他 说你是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的 那么这就是Miranda警告的一部分内容 然后Miranda警告的另外一部分内容呢 就是警察还要通知被捕的人士 他们是有权利来找counsel 也就是有权利找自己的律师来咨询的 那么我们说这种对于警察抓人的时候 这种公平程序的要求 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要抓你了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我面前有哪些权利 那么这种程序上的这种要求 也是基于宪法的第五和第六修正案 那么我们说聪明的人呢 遇到事情遇到警察抓你了 那么第一件事呢 你要打电话给律师 那么不太聪明的人呢 你才会在警察面前乱讲一通 因为我们说人在慌乱中呢 尤其是在这种就是紧急慌乱的场景中 他并不知道你说了哪句话 就会成为呈堂政共 然后就把你自己陷入不利了 所以我们说在美国生活的话呢 那么即使大家不是特别明白第五修正案 那么看电影看电视剧 也应该学会在警察面前 最好是闭嘴 然后打电话给律师才是证件 那么如果你看完了这支视频 明白了为什么要闭嘴 并且想了解更多 有关你的公民权利的信息 就欢迎你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